河東大事 總算寫好了 真有意思 相公, 早晨 夫人, 早晨 這麼早起床, 剛剛像天亮 是, 我知道你五更就起床了 我只顧著煮一碗心茶給你喝 所以就跟著也起床了 煮心茶這麼平常的事 交帶丫鬟就行了 要不要親自動手 沒問題, 我自己煮, 小心點 對了, 相公, 你這麼早就做文章 是不是公文來的 不是公文, 是佛計 等一會兒拿去大安寺 跟蟬師參場一下 是佛計 我一向都喜歡研究佛理 尤其是蟬中意趣, 薄大精微 令人嘆為觀止 我寫佛計, 不過是寫表串心 原來如此 那, 相公 你現在先喝一碗心茶 然後我們起床去大安寺 好嗎? 好啊 對了, 夫人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香啊, 齋點啊, 鮮花啊 樣樣都已經打點好了 隨時行就行了 好啊 曉夫事後 是 夫人, 我們起床了 好 夫人, 落腳了 好聲啊 是, 我會的了 夫人, 你看看 這道牆壁畫了壁畫 色彩瓦淡, 線條明朗 嗯, 不足有力 好畫 真是好畫 讓我看看 啊, 真的啊 那些人物全神, 宜容高雅 看來真是好逼真啊 是啊 嗯, 相信是高手畫的 不過, 不知道這些畫描寫什麼呢 相公啊, 問一下大師地拍知道的 嗯 哦, 這麼多人走過 但是都沒有誰注意這裡的 找誰問好呢 啊, 有位大師走近來啊 呢, 高高大大那個呢 啊, 是啊 大師請留步 弟子又來 哦, 這位事主又來 大師 弟子陪休, 有小小疑難 請大師開示 哈哈, 事主 請隨便說 這道牆壁畫 不足熟練 色彩雅淡 線條好優美 嗯, 是啊 好多人都讚嘆 畫得好逼真 是幾得人欣賞的 照看 筆畫是描寫高增的真意 這些儀態啊, 容貌啊 我們都領略到了 但是 請問高增在哪兒呢 大師 陪休 陪休 再請問 這些畫像的儀態 容貌 都可以貫賞了 唯獨是 高增何在呢 陪休 我在 在哪兒 在哪兒 啊, 我明白了 相公 你明白了什麼 不可說 不可說 妙不可言 陪侍主是有智慧的人 當然自有領悟 大師 請問法號是什麼 那是王葉希雲 啊, 王葉大師 弟子掃養你的大名 今天有緣在這兒相會 是, 有緣有緣 事主請進去客堂坐下 好, 大師請 對, 看事主的服飾 相信是官場中人 對嗎? 是, 弟子是新安太秀 今天特別來寶薩上鄉 還有親近善知識 噢, 失敬, 失敬 原來是本元太秀 太秀怕來了新安府很久了 啊, 我來了新安是沒多久了 不過半年左右了 嗯, 太秀勤正外問 公余有沒有看佛經呢 啊, 有, 弟子很喜歡研究佛法 也都很仰慕大師這種增保 瀟灑解脫 唉, 不知道我幾時才可以幽幽臨下 過著無欲無求的生活呢 啊, 事主 無欲無求是心靈解脫 如果一個人肯放下俗世的慾望 那就自然能夠無欲無求了 不用說一定要去臨下 自得悠悠的 是, 大師開事得好 不過, 唉, 日常的功夫很多 有時的確很煩 真是想避開的 事主, 疏破世界 是充滿煩惱逼白 這些是眾生的熱步 無可逃避 亦都不應該逃避 如是恩, 如是果 是, 但是和尚大德 又瀟灑自在 幽游歲月 我實在很羨慕 各有前因莫善人 出家人坐禪參河 黑欲絕惑 要下很多功夫 並不是表面看來這麼簡單的 大師, 如果弟子長子在官場中老 很難修行 那也不會 大千世界 無非是修行的場所 而云云眾生 亦都可以作為修行的對象 真的? 當然是真的 隨時隨地, 隨緣隨份 只要謙虛忍揚 都可以和眾生廣潔善緣 所以 造福社會 安邦定國 其實 亦都可以令到人民 安居樂業 天下太平 啊 是啊 這些是修行啊 沒錯 大聖佛教 大聖佛教 以慈悲濟世為第一義 修錄波羅文 行屠殺道 是入世功夫 如果盡心盡力去做 那就複雜面牆了 是 是 弟子得大師開示 心領神會 十分得益 他日還要請大師到社下接受供養 這層 就要看機緣了 好… 弟子失陪一陣 過觀音堂匯埋內子 一起想帶紅寶殿上香 好啊, 請便 相公, 正說公差來講 說所有的藥物都發放了 還有多少災民沒有救濟啊 他說大約還有六百人 沒領到舊祭的 唉… 朝廷辦事真是慢的 唉… 你去哪兒啊? 我吩咐公差, 跟著我出巡 唉…相公, 你今早才出巡過 不如現在先休息一下吧 外面天氣很猛, 暑氣很厲害 沒有相關的 你看看我, 身子多壯件 沒那麼容易敢暑的 不如你也一起去吧 那好吧, 去就去吧 唉…夫人你有所不知的了 還有六百人 還有六百人, 未曾領到藥物 他們沒得救濟, 當然是不喜歡的了 我去安撫一下他們 讓大家安心地等候, 是很有作用的 那倒是… 唉… 你看看, 愛紅遍野, 真是淒慘了 唉… 那裡有個災民舉起一隻手, 好像有話要說 是啊, 那我們過去看看吧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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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啊, 頭暈… 唉… 作嘔… 你有沒有藥物啊? 唉… 查點吧 唉… 哪有個武器, 有藥物啊? 唉… 救濟品都沒有我的份的 唉… 我有些藥物, 我幫你塗在頭上 周圍搓一下它, 這樣會闢暑的 唉… 唉… 總之就是痛快了 又不好命, 又不好暈 唉… 救濟品都拿不到 唉… 爲老公, 只要你急了 上宮, 你先看, 怎麼能安撫那些人 好… 好… 嚯… 相宮, 我看你一定會感冒啦 是呀… 大人, 你寅了… 汗災跟著, 汗災跟你住就是瘟疫全燃你 不要緊 尚公,你怎麼樣? 沒事的,沒事的 尚公,不如回到衙門休息再說 好,好,好 慢著,我有些事要宣佈 各位聽著,朝廷不用多久就會有救濟品運到來 有藥物,有糧食,陸續有得發放的 大家安心等候 好了,公差,打招 知道 夫人,我們回去了 好,不過,竅夫還沒來 不如去樹蔭那裡坐一會兒,讓他們來,好嗎? 好,好 阿彌陀佛,納有禮 大師有禮 請坐 大人 阿彌陀佛,你容貌好像有些潮水 工作很繁忙 是 下官最近封朝廷差事 發放救濟糧響 有些工夫做下 喔,鄭良啊 ajes 好,僱急父虹 是一見大功德利 善賽,善賽 攻德 辛苦 大師 intersection 阿彌陀佛 佛家道理 对于禅法尤其最深 所以 好想潜心学道 怕了世俗的辛苦 哦 这样啊 那大人在佛教 有什么心得 弟子曾经参拜过 王业欺运大师 多蒙他老人家 那指点 都挺深开意解 还写了一卷 中灵录 一卷软灵录 和一篇全心计 善哉 善哉 全心计 那可不可以听 啊 当然可以了 弟子献囚了 好 那随便一段就可以了 不用全心计的 好 那我就读 全心计中间一段 给你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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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下面是 密求密刑 史佛密佛 倍飞功情 除发生解 即落魔界 凡性不分 乃离建民 无心似镜 语物无敬 无念似定 无物不容 三成爱法 力疾欺奉 若能如是 是出世汗 好啊 好计 有见地 不愧是王叶大师的高足 尽全心耀 多谢大师鼓励 弟子真的很想叠心水 住在山林清静地方 不问世事 不理逐无 大师 你说好吗 施主 人生在世 各有前人 不可以强求 暂时你没有机缘在山林静修 大师 大师 以你的为眼 怎么看我呢 请大师指示迷途 好吗 好 那我送你一手 那我送你一手 解 好啊 请开始了 听着 大师 小事 小事居真 小事居真 上公 應該入世? 我現在做官是入世 沒錯 入山林清修 好就是好 不過只是個人治療 六祖大師說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各 離世密菩提 合如求吐歌 是啊 是啊 好有道理啊 咳咳咳 不過 有點辛苦啊 受忍欲波羅蜜 你將來會有大作為 對佛教有好大幫助的 事主要好自為之 哦 裴大人 下官在這裡公喉啊 不敢當 大人 好面善啊 沒錯 裴大人 你真是好記性 你記得嗎 鎮災那次呢 我曾經得到大人救濟 給些藥油我查 後來又有糧食救濟 啊 原來就是你啊 我本來是官患的後代 那次大難不死 那次大難不死 我叔父叫我入朝 做個小小的官仔 所以在這裡事後大人 哦 那 你在這裡等我 有什麼事呢 大人啊 我奉皇后之命 我奉皇后之命 跟大人說話 皇后有名 是什麼呀 皇后說 皇上近日對佛教 有點厭倦 好像快來有點麻煩 哦 皇后請大人留意 勸皇帝重歡辦你 這樣啊 啊 皇上嫁到了 為什麼無聲無息呢 皇上皇后嫁到 身陪憂求見 平身 裴大人 在 皇后讀信佛教 不過朕有點懷疑 想減少一些佛門供養 你說怎樣 這個問題 不知道皇后有何高見呢 裴大人 裴大人 佛教慈和自小 一向與世無憎 如果再減少供養 恐怕不平等 那又是 裴大人認為怎樣 皇上 皇上 以神的余見 當然希望 佛門得到皇上皇后 繼續供養 皇上 世上的宗教很多 世上的宗教很多 對其他的 又不知如何去供奉 是 不要厚恥薄比 皇上 治理天下 應該以明察為原則 佛教一向得朝廷信任 為何 還有一兩人 做多少瑕疵 都無相大體 神 神 謹請皇上 三思 這樣啊 裴大人 你會做保證嗎 皇上 保證什麼 保證佛門人士 個個都守戒行 神不敢 不過 神願意負責去做 周圍拜訪 希望佛門人人自重 嗯 這樣就太辛苦你了 神願意這樣做 滿身的